这支个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 是踏入业绩期多借的蓝筹新经济股 陆续放榜 其中阿里巴巴收市后公布业绩 截至2022年12月底的第三财季 收入大约2478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2% 略优过彭博预测的2459亿人民币 期内经调整顺利499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.2% 好过预期的444亿人民币 业绩好过预期 有助股价短期回稳 同业京东推出100亿人民币补贴计划 引起市场对电商盈利前景的不确定性 阿里巴巴星期四收入95.15 策略上 稳健的投资者可以等到带子回稳再作部署 业绩进取可以$94吸纳 目标先$110 失手$85减 稳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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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健的